1月3日上午,中共军方举行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习近平现场教育并训化后,官兵展开大规模军事训练,同时包括武警在内的各地官兵同步响应。 这次中国全国性的备战军事训练,令2018年开年就处于紧张氛围。 中共军报在新媒体微信、微博上率先披露了此消息,但并未透露此次开训动员大会的训练主会场的详细地点。 据军报简讯,这是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但也是军方有史以来首次举行开训动员大会,习近平在主会场向全军发布训令,军报并未披露习近平训令的具体内容。 报道还称,习近平和中央军委其他成员在主会场教育部队,在场的官兵还进行了宣誓仪式,并在习近平训令后,展开了训练。 军报官微披露远在重庆的武警总队,也以同步的冬季演员拉链来响应全军开训动员,作为重庆武警总队年度开训的重头戏。 前不久,习近平下令收编武警的控制权,由中央军委直接管制,不再归属国务院,并从2018年原日起执行。 新年一时,国际上已有2018年恐是开战之年的忧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表示,桌上有核按钮,核打击可覆盖了整个美国本土,并威胁称,美国必须意识到这不是威胁,而是事实。 随后美国总统川普在脸书上予以回应,咱们走得瞧。 因此不仅中国的新年,美国与朝鲜的新年,都有点在硝烟味中揭开序幕的味道。 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马伦,在新年前一天接受美国ABC的采访时表示, 他看不到以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机会,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接近与朝鲜发生核战争。 而美国共和党及联邦参议员临赛,格雷厄姆同一天也表达2018年可能将会是,极端危险,的一年。 他在接受《大西洋》杂志采访时表示,2018年将成为阻止朝鲜打击美国本土能力的一年, 并称没有可信赖的军事力量,制裁不会完全起作用。 他认为,唯一让金正恩敢嫌疑者的办法就是让金正恩,相信川普真的会使用武力摧毁他的政权。 另有媒体报道称,美朝双方官员都警告战争比以前更加接近。 此前《自由时报》报道,肯塔基大学派特森外交与国际商业学院高级讲师法力在国家利益上发表。 2018年,最有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五个地方。 一文指出,最可能爆发战争的地方依序为朝鲜、台湾、乌克兰、北约的南方同盟以及波斯湾。 华盛顿自由灯塔二日揭露,中共中央办公厅绝密文件指,中共向朝鲜承诺,只要凭让不再进行新的核试验,中共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朝鲜政权,增加军援和资金援助,包括提供先进中短程导弹技术。 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若属实,值得深陷关注。 华盛顿自由灯塔二日公布一份据传,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去年9月15日发出的绝密文件。 标题是关于与朝鲜就进一步深化解决该波合问题,开展沟通协调工作的决定。 1月3日,美国国务院在回复中央社记者询问时表示,已经注意到相关报道,正在仔细了解情况。 如果这份文件属实,显然是个值得深切关注的问题。 自由灯塔报道中表示,上述文件出自一位过去与中共情报界有联系的人士。 根据这份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表示,朝鲜不仅是中共抵御所谓西方敌对势力的重要军事缓冲地区, 而且对中共体制而言,朝鲜的政治战略地位无可替代,中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障朝鲜政权的稳定和延续。 文件表示,朝鲜在为征求中共同意下执意进行第六次地下核试验,对国际社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联合国安理会去年9月11日通过了更强大的制裁决议案,中共认为这类决议不但不可能迫使朝鲜放弃核武试验, 反而更坚定了朝鲜发展核武的决心和意志,加剧朝鲜半岛局势的恶性循环。 中共中央办公厅指示中联部,要向朝鲜强调中共保卫朝鲜政权的决心, 并以扩大军事和经济援助换取北朝在核武问题上做出实质让步。 为防止朝鲜崩溃,以及由此引发的与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西方敌对势力, 在朝鲜半岛出现直接的军事对峙,中俄等国, 会运用一切外交和军事牵制手段来防止朝鲜半岛生乱生战, 中俄对朝鲜半岛的乱局不会袖手旁观。 文件还指,理论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军事手段推翻朝鲜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但朝鲜的不断挑衅使中共遭到难以承受的巨大国际压力。 文件指示中联不向朝鲜保证,只要朝鲜暂停和试验, 中国立即会大力促进对朝鲜的贸易增长。 文件中列举的新增或继续提供的援助内容, 包括大力促进中朝贸易增长, 以保障朝鲜政权正常运作,提高朝鲜人生活水平。 而对于受国际制裁的商品,除明确涉及和试验的之外, 仅做象征性的处理或惩罚,一定会充分保障朝鲜内需。 有关暂停所有银行设朝鲜业务的规定, 将仅限于中共中央直属的国有银行和部分地方银行。 文件还明确强调, 2018年度援助朝鲜的资金将比2017年度一次性增长15%, 往后的5年内每年低增不低于10%。 文件称,中共不会要求朝鲜立即放弃核武, 但也警告朝鲜在核武问题上要适可而止, 否则未来不排除单方面对朝鲜高层领导人或家族成员的惩罚措施。 这份文件与中共官方多次公开宣称支持朝鲜去核化的立场自相矛盾。 此前,中共官方多次宣称, 中美一致统一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 并密切沟通协调, 妥善应对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这一最新形式。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透过朝鲜中央电视台发表2018年新年致辞, 宣称朝鲜将在2018年部署核弹头核弹到导弹, 并叫嚣整个美国都在平壤核武器的射程之内, 核按钮就在我的桌子上。 1月1日, 多家外媒报称,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称, 朝鲜试着各种攻击手段, 进行核弹头爆炸试验都取得成功。 洲际弹道飞弹试射已进入最后阶段。 贺词中还称, 朝鲜已具备离核武器打击美国领土所有目标的能力, 同时它还要求大规模生产核武及导弹。 港媒报道称, 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 称朝鲜将在2018年部署核弹头核弹到导弹。 金正恩还叫嚣, 整个美国都在我们核武器的射程之内, 核按钮就在我的桌子上。 这是现实,不是威胁。 金正恩也说, 当朝鲜受到威胁时, 才会动用核武器。 朝鲜中央通讯社12月30日也在声明中扬言, 只要美国及其追随者的所谓和威胁仍然存在, 朝鲜就要发展防御力量和先发日人打击的能力, 其核心就是核力量。 声明还称, 9月3日的第六次核试验发射成功是伟大的胜利, 让朝鲜提升至世界拥合国家的水平。 对于朝鲜第六次核试验, 多位专家曾估计, 其威力达16万吨TNT当量, 是美国1945年在广岛投掷原子弹的十倍。 平壤第六次核试后, 多方报道显示, 朝鲜正在加紧准备第七次核试验。 11月20日, 朝鲜日报报道, 韩国国家情报院说, 朝鲜第六次核试验以后, 2号坑道被弃之不用, 3号坑道正在调整未可以进行经常性核试验的状态, 4号坑道最近重启了建设施工。 国情院称, 导弹研究社室内的车辆活动活跃, 应该是在进行引擎试验。 11月29日, 朝鲜再次发射了一枚洲际半导导弹, 并选称该飞弹射成可附带美国全世界。 朝鲜和美国官员表示, 这种导弹的飞行高度大于先前试验的导弹。 12月11日,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院研究朝鲜的网站报道, 朝鲜封锡里和试验场的吸隧道口, 持续有高频率的活动。 上述活动后暗示朝鲜要扩张及前在核试验地制, 为第七次核试验做准备。 中国一名知情人士从朝鲜军方高层获悉, 朝鲜第七次核试验将是威力最强的一次, 也是朝鲜完成核武研发的最后一次核试验。 至于核试验的确切时间点有戴金正恩决定。 面对朝鲜的核武核导弹挑衅不断升级,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迈克·马斯特说, 同朝鲜进行战争的可能性日渐增大, 所剩时间已经不多。 12月13日,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说, 鉴于朝鲜最近是射飞弹, 在朝鲜没有改善态度前, 不可能与朝鲜举行任何谈判。 外界认为,白宫的强硬态度, 意味着武力解决朝核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 北京当局也做了匆忙应对。 位于中朝边境的吉连省官媒此前整版刊文, 向民众科普核武器防护, 中共还在中朝边境紧急设立了至少五个难民营。 这些措施被认为适应对战争爆发后, 防范朝鲜的核泄漏和朝鲜难民大局涌入。 美国中央情报局设定解决朝核问题的最后期限为2018年3月。 更多内幕请访问世界门新闻网, 请记住我们的网址, mnewstv.com 中共多年来不惜血本的援助下, 朝鲜金氏政权对全世界跨越底线的挑衅行为, 把朝鲜半岛和国际局势带入了空前危险的境地。 近日, 尤美媒称, 在国际制裁及川普政府的严厉制裁之下, 作为朝鲜的中共老大哥也要三思而行, 朝鲜可能撑不了多久了。 12月30日, 美国之音以金正恩靠着中国大哥还能走多远为题。 报道说, 过去十多年来, 国际社会对穷兵独武的朝鲜, 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制裁, 试图以此遏制其核武项目。 但在现实中朝鲜以一次又一次的武器试验令世人瞠目。 那么, 经济制裁是否只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中共作为朝鲜过去几十年的金主, 在多大程度上纵容, 援助了朝鲜。 报道说, 现年52岁的朝鲜公民李承赫, 驻北京望京新区的一栋高层公寓, 他是联合国, 美国和韩国黑名单上的人物。 联合国和美国财政部文件显示, 李承赫是受到国际社会制裁的朝鲜高利银行, 和高利信贷开发银行的驻北京官员, 代表朝鲜建立空壳公司采购物项和进行金融交易。 报道调查发现, 从2004年起, 李承赫和他的中国合伙人, 陆续在大陆和香港编织起一张盘根错节, 迷工般的商业网络, 为金氏政权提供资金, 敏感技术及经营享用的奢侈品。 李承赫的一个重要商业伙伴是吉林研编人李鸿日。 他因协助设立了多家为李承赫所用的空壳公司, 6月底, 被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列入制裁名单。 在香港旺角, 有一个李鸿日100%持股, 李承赫任董事的香港善美世界有限公司。 那儿有多达几十家公司都挂名在同一间办公室, 而在那儿办公的只有一家秘书公司。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高级国防研究中心, 研究了160家朝鲜设在香港的空壳公司, 发现朝鲜利用这些公司掩盖其真实活动, 在海外从事非法经济活动。 在美国财政部对李承赫提出制裁后不久, 李承赫将善美世界的董事身份转给了一名叫彭徐华的中国公民。 研究美国金融制裁政策的鲁金罗说, 变更公司名称, 把公司控制权转给他人都是朝鲜规避制裁的惯用手段, 一旦更改变公司所有权结构, 再找出企业真正所有者就很难了。 2014年叛逃美国的前朝鲜官员李正浩, 曾为朝鲜劳动党39号办公室效力30年, 专门在海外为平壤筹措资金, 有着金家王朝最大的摇钱数字称。 他说,平壤设法规避了大多数的制裁, 大部分是在中国的帮助下。 他说,作为曾在贸易第一线工作的朝鲜人, 我曾经被制裁过, 但这些制裁只是表面上的。 不过,在国际社会对朝鲜实施更加严厉的新制裁之后, 他的看法有所转变。 10月份,他对商业内幕说, 朝鲜国家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严厉的制裁。 朝鲜政权的经济十分脆弱, 无法长期承受联合国的制裁, 也许支撑不了一年就垮了。 他说,我不知道在联合国的制裁下, 朝鲜能否撑过一年。 很多人会死。 朝鲜问题专家鲁杰罗也认为, 尽管制裁项目存在漏洞, 尚有改善空间, 但也绝非流于形势。 他说,川普政府9月签署的行政令 加强了制裁的威慑地。 这一行政令授权美国对朝鲜实施刺激制裁, 任何与受制裁的个人、实体有直接、 间接商业往来者都可能被切断 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 因此即便是中国也要三思而行。 按照联合国决议, 10月1日至12月, 联合国各成员国对朝鲜出口经验石油产品 不超过50万桶, 而明年起, 每年出口不超过200万桶。 而中共商务部从9月23日起, 已经禁止对朝鲜输出宁锡油及液化天然气, 而且全面禁止朝鲜纺织品进口。 朝鲜纺织品出口为每年达7.5亿美元, 料将重创朝鲜外汇收入。 另外, 中国银行及工商银行等中国四大银行, 据报收到央行指示, 要在处理中朝期城贸易的辽宁省, 全面冻结朝鲜企业与个人账户。 中国银行去年已停职以朝鲜人名义开设新账户, 从已有账户汇款等部分交易。 今年4月起, 又在辽宁省实施了该措施, 但已有账户仍未冻结, 可提取现金。 美国财政部此前宣布, 对朝鲜实施新的针对性制裁, 制裁与朝鲜有关的人士和团体, 特别针对海上运输和贸易领域。 美国财政部表示, 新制裁可以阻断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贸易。 这一举措旨在切断朝鲜的资金来源, 迫使朝鲜放弃发展核武及导弹计划。 最近朝鲜半岛战云密布, 日媒称, 美国总统川普终于决定发动对金正恩的斩首行动。 日媒报道称, 金正恩对美国斩首行动十分恐惧, 以至于常常在黎明时分出门, 还不敢搭乘自己的车出门, 以免被美国卫星捕捉。 12月30日, 多家媒体报道称, 截至12月27日,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017年的公开活动总计只有102次, 相比2016年的141次和2015年的155次, 曝光次数锐减。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 金正恩为了避开被美军的侦察卫星捕捉到, 主要在凌晨时间活动, 也不乘坐自己的奔驰车, 而是乘坐作为礼物送给官员的雷克萨斯车移动。 报道圆敏消息人士的话称, 金正恩因美国和韩国联合执行斩首行动而感到游戏, 今年的外部活动比往年减少了30%左右。 6月份, 韩国国家情报院曾披露, 金正恩担心自己会被暗杀的恐惧日增, 下令朝鲜情报部门搜集有关美国和韩国斩首行动的情报, 同时选择在天亮前出门, 又会不断换车以避过暗杀。 据悉, 韩国于12月1日成立了一支目标直指金正恩的斩首部队, 旨在应对紧张的朝鲜局势, 可在军情告急时指导平壤, 歼灭金正恩和朝鲜军方首脑。 此外, 韩国空军还成立一个更大的基载情报, 监视和侦察部队, 以应对来自朝鲜日益增长的核弹与导弹的威胁。 金正恩12月8日曾拜访了白头山, 位于白头山的两家到三十渊训居民称, 金正恩出行期间, 当地的交通和通讯全被切断。 日媒分析称, 金正恩彻底切断交通, 无非是害怕美军和韩军的斩首作战。 除了交通中断之外, 当地对外打电话时也出现故障中, 电话完全打不出去。 这显示出了金正恩对斩首作战是多么恐惧。 韩媒披露, 金正恩害怕美国隐形机的斩首行动, 中朝边境有一些直达中国的秘密地道, 可以躲避袭击。 日媒12月初报道说, 美国判断平壤已拒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终于决定发动对金正恩的斩首行动, 已经下达了作战准备命令。 最近, 美韩两国军队展开最大规模的联合空中演习, 这场名为警戒王台的联合演习, 动用许多精锐军力,包括6架EA-18G咆哮者参演, 而这6架电战机, 足以让整个朝鲜所有的电子设备, 在最短时间内全部报销。 同时美韩还出动了230架飞机, 美国更罕见地出动了F-22隐形战机, 这款战机可担负消灭敌方战机、雷达等任务。 俄军事专家科罗特勤科对俄媒称, 冬奥会2018年2月9日至25日在韩国举行, 不排除美国在冬奥会结束后, 对朝鲜开展军事行动的可能。 中共近日召开了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决定了一系列军方高级将领的人事变动。 同时,有港媒披露, 中共派驻香港的驻军司令和政委近期将双双换人。 日前,中共官媒发布通报称, 中央军委已作出决定, 对武警部队指挥管理体制做重大改革。 自2018年1月1日起, 武警部队不再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管理, 而改为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 香港《明报》28日报导称, 上述变革的决定是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确定的。 这次扩大会议同时还决定了一系列军方高级将领的人事变动。 其中,空军参谋长马振军升任空军副司令, 东部战区空军司令黄国显中将接任空军参谋长已获得中共官方的证实。 据消息是,军中新的人事变动还包括, 西部战区司令赵宗奇调任军委连参部任副参谋长, 西部战区司令的职位则由陆军参谋长刘振里接任, 军委连参部副参谋长马一鸣调任陆军参谋长, 北部战区参谋长时正路升任北部战区陆军司令, 东部战区陆军司令秦魏江平调任中部战区副司令, 陆军71级唐军军长王印芳接任东部战区陆军司令。 西藏军区司令徐勇将平调任中共中央军委机关任职, 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饶开勋接任西藏军区司令。 南部战区副司令董军将接替到年龄退役的陈兆海 担任南部战区副司令兼参谋长, 将调任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兼参谋长。 在这一轮军中人事变动的传闻中, 最令人关注的是驻港部队的司令和政委将双双换人的消息。 据传,现任驻港部队司令谭本宏近期将升任南部战区副司令, 继任者将是现任南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张海兴。 而现任驻港部队政委岳使新已年过65岁,退役在即。 有消息指现任西藏军区政委王健武很可能会驻港接任驻军政委一职。 此外,武警将领也有变动, 据称,现任公安部消防局局长于建华将调任武警副司令。 针对上述传闻, 海外时政观察人士唐靖元表示, 中共军方近期的人事大变动, 显示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换血仍在进行之中, 同时也折射出军中就有势力的庞杂与顽固。 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已五年, 军方中高层将领的人事大调整一直在不断地进行, 至今未能打造出一个让他比较放心的管理系统。 近日海外更传出习近平再次遭遇暗杀, 北京大会堂出现炸药等惊人传闻, 说明来自中共军队的威胁一直存在。 这也说明中共军队烂透, 习要想整治党卫军,实际上已无力回天。 12月26日, 由海外爆料网站援引北京301医院知情者称, 习近平在平安夜, 至12月24日, 曾到301医院秀医, 原因是长期精神紧张导致他的消化道功能紊乱, 引发腹腾进行检查治疗。 原因很可能是跟他遭遇数次暗杀有关。 该报道还透露说, 习近平一度险遭放在北京大会堂的炸药暗杀, 不过, 炸药被提前发现而移除, 后来, 证实是军队高层所为。 而中共军中大老房峰辉和张阳因政变被逮捕后, 张阳在调查期间蹊跷死亡, 虽然官方称其心畏罪自意身亡, 但有人怀疑他是遭人灭口而被自杀。 关注, 包括提供先进中短程导弹技术。 对此, 美国国务院表示, 若属实, 值得深陷关注。 华盛顿自由灯塔2日公布一份剧传, 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去年9月15日发出的绝密文件。 标题是关于与朝鲜就进一步深化解决该国核问题, 开展沟通协调工作的决定。 1月3日, 美国国务院在回复中央社记者询问时表示, 已经注意到相关报道, 更在仔细了解情况。 如果这份文件属实, 显然是个值得深切关注的问题。 自由灯塔报道中表示, 上述文件出自一位过去与中共情报界有联系的人士。 根据这份文件, 中共中央办公厅表示, 朝鲜不仅是中共抵御所谓西方敌对势力的重要军事缓冲地区, 而且对中共体制而言, 朝鲜的政治战略地位无可替代, 中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障朝鲜政权的稳定和延续。 文件表示, 朝鲜在为征求中共同意下执意进行第六次地下核试验, 对国际社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联合国安理会去年9月11日通过了更强大的制裁决议案, 中共认为这类决议不但不可能迫使朝鲜放弃核武试验, 反而更坚定了朝鲜发展核武的决心和意志, 加剧朝鲜半岛局势的恶性循环。 中共中央办公厅指示中联部, 要向朝鲜强调中共保卫朝鲜政权的决心, 并以扩大军事和经济援助换取北朝在核武问题上 做出实质让部自公开宣称支持朝鲜去核化的立场自相矛盾。 此前,中共官方多次宣称, 中美一致统一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 并密切沟通协调, 妥善应对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这一最新形式。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透过朝鲜中央电视台发表2018年新年致辞, 宣称朝鲜将在2018年部署核弹头核弹道导弹, 并叫嚣整个美国都在平壤核武器的射程之内, 核按钮就在我的桌子上。 1月1日,多家外媒报称,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称, 朝鲜试射各种攻击手段, 进行核弹头爆炸试验都取得成功, 洲际弹道飞弹试射已进入最后阶段。 贺词中还称, 朝鲜已具备离核武器打击美国领土所有目标的能力, 同时他还要求大规模生产核武及导弹。 港媒报道称, 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 称朝鲜将在2018年部署核弹头核弹的导弹。 金正恩还叫嚣, 整个美国都在我们核武器的射程之内, 核按钮就在我的桌子上。 这是现实, 不是威胁。 金正恩也说, 当朝鲜受到威胁时, 才会动用核武器。 朝鲜中央通讯社12月30日也在声明中扬言, 只要美国及其追随者的所谓和威胁仍然, 1月3日上午, 中共军方举行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 习近平现场教育并训化后, 官兵展开大规模军事训练, 同时包括武警在内的各地官兵同步响应。 这次中国全国性的备战军事训练, 令2018年开年就处于紧张氛围。 中共军报在新媒体微信、微博上率先披露了此消息, 但并未透露此次开训动员大会的训练主会场的详细地点。 据军报简讯, 这是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 但也是军方有史以来首次举行开训动员大会, 习近平在主会场向全军发布训令, 军报并未披露习近平训令的具体内容。 报道还称, 习近平和中央军委其他成员在主会场教育部队, 在场的官兵还进行了宣誓仪式, 并在习近平训令后展开了训练。 军报官微披露远在重庆的武警总队, 也以同步的冬季演影拉链来响应全军开训动员, 作为重庆武警总队年度开训的重头戏。 前不久, 习近平下令收编武警的控制权, 由中央军委直接管制, 不再归属国务院, 并从2018年原日起执行。 新年一时, 国际上已有2018年恐是开战之年的忧虑。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表示, 桌上有核按钮, 核打击可覆盖了整个美国本土, 并威胁称, 美国必须意识到这不是威胁, 而是事实。 随后美国总统川普在脸书上语语, 为防止朝鲜崩溃, 以及由此引发的 予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西方敌对势力, 在朝鲜半岛出现直接的军事对峙, 中俄本国, 会运用一切外交和军事牵制手段 来防止朝鲜半岛生乱生战, 中俄对朝鲜半岛的乱局不会袖手旁观。 文件还指, 理论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以军事手段推翻朝鲜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但朝鲜的不断挑衅 使中共遭到难以承受的巨大国际压力。 文件指示中联不向朝鲜保证, 只要朝鲜暂停和试验, 中国立即会大力促进对朝鲜的贸易增长。 文件中列举的新增或继续提供的援助内容, 包括大力促进中朝贸易增长, 以保障朝鲜政权正常运作, 提高朝鲜人生活水平。 而对于受国际制裁的商品, 除明确涉及和试验的之外, 仅做象征性的处理或惩罚, 一定会充分保障朝鲜内需。 有关暂停所有银行设朝鲜业务的规定, 将仅限于中共中央直属的国有银行 和部分地方银行。 文件还明确强调, 2018年度援助朝鲜的资金 将比2017年度一次性增长15%, 往后的5年内每年递增不低于10%。 文件称, 中共不会要求朝鲜立即放弃核武, 但也警告朝鲜在核武问题上要适可而止, 否则未来不排除单方面对朝鲜高层领导人 或家族成员的惩罚措施。 这份文件与中共官方多次回应, 咱们走得瞧。 因此不仅中国的新年, 美国与朝鲜的新年, 都有点在硝烟味中揭开序幕的味道。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 在新年前一天接受美国ABC的采访时表示, 他看不到以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机会。 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接近与朝鲜发生核战争。 而美国共和党及联邦参议员临赛, 格雷厄姆同一天也表达 2018年可能将会是极端危险的一年。 他在接受大西洋杂志采访时表示, 2018年将成为阻止朝鲜打击美国本土能力的一年, 并称没有可信赖的军事力量, 制裁不会完全起作用。 他认为, 唯一让金正恩敢嫌疑者的办法就是让金正恩, 相信川普真的会使用武力摧毁他的政权。 另有媒体报道称, 美朝双方官员都警告战争比以前更加接近。 此前自由时报报道, 肯塔基大学派特森外交与国际商业学院高级讲师法力 在国家利益上发表2018年, 最有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五个地方。 一文指出, 最可能爆发战争的地方依序为朝鲜、台湾、乌克兰、 北约的南方同盟以及波斯湾。 华盛顿自由灯塔二日揭露, 中共中央办公厅绝密文件指, 中共向朝鲜承诺, 只要平壤不再进行新的核试验, 中共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朝鲜政权, 增加军援和资金源。